由新北市政府主办的新北市北海岸国际风筝节将在9月20号、21号 也就是这个周末的时候在石门区的白沙湾登场 到时候会邀请的包含台湾在内共12国 150位风筝好手一同来飙风筝 欢迎民众前往欣赏 由新北市政府主办的新北市北海岸国际风筝节 将在9月20、21号在石门区白沙湾迎风登场 今年邀请包括台湾在内12国 共150个风筝好手齐聚一趟来飙风筝 从2000年开始这样子的办 它已经形成一个特色了 那我所知道它也邀请了很多国家的 非常好的放风筝的选手 那再加上国内的部分 那我想这次的风筝秀一定是相当的精彩 那除了这个风筝秀之外 那为了一些的地方的传承 那他还把当地的齐劳 对于整个在地的一个很古老的一个八角的风筝 他们也做了示范 那可以传承文化 那另外这些风筝好手 他们也会安排到学校去 那除了展示他们的记忆之外 那也办了很多的讲座 记者会在新庄阳光草坪举行 为了配合今年风筝婚礼的特别企划 文化局副局长还有石门区长率先 释放由石门老媒国小学童自制的百合风筝 要祝福新人们百年好合 那我们其实还发挥不少创意 像我们晚上的时候有夜光风筝炎火秀 这部分大部分都没有看过 也欢迎在第一个晚上 大家到石门来看夜光风筝炎火秀 那除了来欣赏这些风筝秀之外 我们现场也可以做风筝DIY 还有一些草编教学 那我们现场也有很多农特产品 还有一些创意市集 活动现场除了可以欣赏国际级的风筝之外 民众还有机会获得限量版的小风筝 活动期间红树林的捷运站 设有免费接驳专车 敬请大家多加利用 永家乐新闻新庄采访报道